小儿O型腿需要治疗吗? 盛亚林,小儿科,主任医师 小儿O型腿呢,它主要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比如八九个月开始 这一段的孩子呢,就开始学站立 如果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如果缺乏维生素D 体内缺乏钙,这种骨头相对比较软 如果这种孩子呢,他的体重在比较重 如果过早的去行走站立 可能把腿就压弯了 就变成O型腿或者X型腿 至于需不需要治疗呢 主要是看孩子的年龄和他这个O型腿的程度 一般如果年龄比较小 如果这个孩子只有一岁左右 刚开始学走路,有一点点O型腿 这个一般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比较常见的,也比较正常 但是这种情况要带孩子去检查 如果体内不缺维生素D,不缺钙剂 我们只要适当的限制他的行走 慢慢的就会好转 如果要是缺乏这两种物质的话 我们就要治疗他的基础疾病 轻型的O型腿呢,一般不需要特别去干预 只需要补充维生素D和钙剂就可以了 如果孩子长到一岁,快至两岁了 他的O型腿比较严重 比如变成中重度的 那就要到医院去看 看了后根据孩子的情况 是给带支具脚型 还是做手术 那就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 就是不论你是带支具还是做手术 都是要补充维生素D和钙剂的 这样的话,就是说里外同质的话 它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专家提示 一,小儿O型腿需不需要治疗 主要看孩子的年龄和O型腿的程度 二,刚开始学走路时 有较轻的O型腿 可以适当限制行走 三,如果缺乏维生素D 钙剂,要治疗基础疾病 四,轻型的O型腿 只需补充维生素D和钙剂 五,O型腿比较严重 要到医院去看